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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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卡路斯 如果你问我曾经教过什么科目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除了教设计科技和音乐之外 几十年间教得最多的就是电脑科了 这么多年来 初中和高中都教过了 但是说回以前的电脑科 和现在的电脑科的分别真的很大 因为好像我们这班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第一批受电脑教育的人来说 我们当时所学的 就是如何在电脑上面 用电脑语言来写程式 而运用在电脑工程上面 当时用的电脑语言 最多就是Basic 而我们做工程的 亦都会用到Machine Code 以至于电脑语言 后来不断改进 Fortran、Pascal等等 直到发展到现在最常用就是Python 很多人都想学 但是说到课程的内容 以前的电脑语程 价格的分别是多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需求大 像我们这样 当时兼职帮一些公司 写一些Database 就是资料库 去处理公司的收支 和库存的资料 在当时都可以收到五位数字 以为几好找 但是随着电脑里面的 应用程式越来越厉害 你拿着X 已经全部可以处理到 刚才我写的那些资料库的工作 对着电脑来编程 就已经无市场了 当然现在的编程 又多了很多分支 你可以写游戏 可以写网络系统等等 但是我个人认为 既然要学写编程 不如学写手机的编程 你说 你平日对着电脑多 就是对着手机多 你背着电脑出街 就是背着手机出街 所以现在初中电脑课程里面 我们已经教过学生 如何用Scratch那类 program 来写方法的编程 反正都学了 应该学习如何写手机apps 那你会问 写手机apps 是不是很专业的 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好了 今天我就会透过一些平台 和一些我曾经写过apps 来展示给大家看 究竟写手机apps是什么一回事 其实写手机apps 不是又是编程 所以都是用软件 随便上网找一下 你会找到很多 例如很出名的Android Studio 专业用来写Android手机apps 当然有些专业用来写iOS的apps 有这么多apps工具 可以给大家选择 你会怎么选择 在学校我们会选择免费的 用学生先掌握的概念 正如很多老师都喜欢用Apps Inventor 他是麻省理工大学 发展出来的一款写apps的平台 现在已经可以写Android 和iOS的apps都可以了 他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免费的 用法一点不难 都是在左边的使用者界面 单些按钮图片 进入右手边的组件列表 然后再进入程式设计画面 用方法去编排每个按钮的功能 到差不多五六年前 我们已经可以教学生 用Apps Inventor 来写蓝牙小车的控制器 大家会见到 我在课程里面 都用了Apps Inventor很多年 但后来我又发觉 有一个都很多人用的平台 就是叫做Thunkable 但说到Thunkable 它就不是完全不用钱的 你刚刚加入 用一个简单的版本 已经可以做到很多基础的东西 但如果你要把你的Apps 发展到去卖钱的话 那就自然要升级去Pro版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Thunkable的工作画面 其实跟Apps Inventor都是差不多的 入到主页 一样看到在左下角 有些可以给你加的元件 只不过组件的列表 就去了左上角 使用的方法 跟Apps Inventor 没什么大分别 不过作为一个收费软件 它的架构就整齊一点 真的要设计商用的Apps 都会比Apps Inventor 顺手很多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专案 就是我为粵劇学者协会 所设计的一个粵劇公车铺学习APP 而以下就是我在一个讲座上 分享这个APP的片段 有些句话可以做 当然在讲解之后 我也是开放这个APP 给在场的众人免费下载使用的 以下介绍的是协会会员 鄭家略老师 为安卓手机开发的一款 公车铺学习软件 大家只要素描QR Code 就可以下载软件了 公车APP 在设计上有正线 反线 和依反调色 三种音阶的选择 安装公车APP 可以帮助你起音 例如可以帮助你检查 你唱的音是否准确 而第三 你更可以依着曲谱弹出旋律 帮助你学习得更快 更准确 刚才我写这个 粤剧公车学习软件 都是一个小疑科 所以我都不会拿出卖钱 而放在粤剧群组里 任人下载 但我帮到很多人 无论是香港或者国内 现在都很多人用我这个APP 来学习公车店 而写这个APP 不是困难的 只是有点烦 因为所用的音符好多 今天我就随便找个题材 和大家经历一次 写这种APP的技巧 而我今天所用的题材 都是可以应用在学校的 大家知道 走过国安法之后 学校经常要升国旗 而且在我革命生涯里面 我们经常要在陆运会 水运会 处理一些升旗仪式 当中就要播几个音乐 包括一个升旗音乐 一个降旗音乐 和一个奏角歌 有乐队的学校 当然可以打真军 但没有乐队的学校 有了我这个软件 就非常好用 要学走的朋友 请先上funkable.com 开个账号 按一下创建新专案 为主按改一个名字 而今次我使用 好像比上一次 多了一个叫 drag and drop 的interface 我觉得应该会是 一个更加容易使用的介面 果然可以随在左手边 任意搭一些裙组 和按钮进去主画面 这个时候你可以简单 整理一下位置 就可以随意设定 每一个按钮的大小 背景颜色 字体 字体颜色等等 由于第三个按钮 我们设定奏角歌 所以我打算在这个按钮里面 上传一幅角旗的图片 使用上就更加方便了 自然也可以将画面1的背景 是修改 以得到背景的颜色 要写标题 和单文字标签 然后修改里面的内容 之后我们要上载 我们三手需要的音乐 就需要在左上角 按access这个位置 然后选择你需要的音乐上载 哇 那么快就到最后一步 就是按去程式设计 选择每一个按钮 就会出现一些方法 今次我们主要用 请点击这个方法 在应用功能上 选择声音 然后拖拉 Play 的方法 再为这个按钮 选择升旗的音乐 这样就完成一个按钮的设定 由方法编程经验的同工 或者同学 应该很快就会做完三个方法 接下来可以出画面编排 去测试 右上角这个就是测试键 按钮 似乎按键波音就没问题 但当第一个音乐还没完 我就多手按第二个呢 就会两个音乐混在一起 实际应用的时候 一定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画面加多一个按钮 就改名为停曲按钮 遇到彩排升旗的时候 不想播完整首音乐 我们就可以用到它了 方法编程方面没有什么特别 同样在停曲上 单一个方法出来 但是这个方法里面 就要分别放上三个 紫色的方法 作用就是同时停下三首音乐 再看看这次测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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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完成 我们现在为这个APP 加多一个进入画面 就一如正常地放上文字标签和图片 最重要的 要将这个进入画面 单在开始画面之上 而进入画面里面的编程 非常简单 只需要放一句等待五秒 然后再加一句 导航到开始画面 大致上编程就完成了 最后测试完成了 这次之后 当然很心急要上载手机 右上衣机的图示 都是主要分享专案 或者将完成的编程 转为APK 而Thunkable 就会用一个电邮 将APK的连接器给你 大约20分钟之后 你就会收到这个电邮 而下载了测手机 就自然可以安装和使用 和以往一样 卡洛斯的示范 只是一种炮砖引玉 让大家经验一下 写APP的概念 当大家明白了 写APP的概念 原来都不是这么困难 就可以自己思想一些处境 如何写APP去解决的难题 如果大家有想到 有什么写APP的题材 而又不知道 如何用Fingable处理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再做影片 根据你的要求 解释给你 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订阅 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